应用题 看看大家能不能把它掌握 灵活运用到这个题目当中 看这个单词都是怎么用的 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关键词 对牵扯痛 刚才写单词的时候好像少了一个R 牵扯痛 refred 不是ef 是refred refred 来回来去 re开头的这个叫牵扯痛 牵扯痛牵扯的一个敏感区域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手法 什么手法和牵扯痛有关 大家想一想 对 班级点疗法 trigger point 尤其这里头有一个 hyper sensitivity 这个词别看很长 大家不要把它看了吓到 不要被它吓到 你分开来看 hyper 过度的 对吧 然后呢 sensitive 是什么呀 感觉 敏感 所以这个叫 hypersensitivity 就是超敏感点 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部位 用于牵扯痛 这个叫做 trigger point 可引起远处区域牵扯痛的超敏区域是trigger point 触发点 A practitioner uses static compression on a trigger point What is the expected immediate short-term responses in the area 好 大家看看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对一个按摩师他用了一个静态压缩 在这个触发点治疗上 什么是这个 在这个区域的什么呀 response 是什么 response 是什么 反馈 反馈 负责 反应 啊 短期的反应 trigger point 静态压缩 短期的反应是什么 哎 就把这个皮肤压白了 对吧 你用trigger point 这个手法 做静态压缩在身体上 第一个反应就是 皮肤变白 那如果反过来问 说做trigger point 皮肤变白了 这个属于什么呀 哎 这个就叫做静态压缩 啊 大家要灵活运用啊 这个词可以放在题目当中 也可以放在答案里面 都是一样的 从业者在触发点上 使用静态压缩 该区域预期的即时短期反应 是什么 blanchion of the skin 皮肤变白 What is the recommended protocol to treat a muscle after performing ischemic compression on a trigger point 好 大家看一看这个 找一找 关键词 看看重点的词汇是什么 这道题当中大家看一看啊 表现它的这个状态的重点的词汇应该是谁啊 这个叫什么 对缺血性压迫 对缺血性压迫 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啊 缺血性压迫 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trigger point 也就是说 在trigger point的时候 做缺血性压迫 而且前面是什么呀 治疗一个肌肉 after 之后 对吧 之后出现了一个缺性压迫 这样的时候 之后 trigger point之后 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拉伸 或者是 afferate 轻腹 如果有拉伸 我们首选这个拉伸 没有拉伸的话 我们选这个轻腹法 做拉伸呢 是做这个trigger point 这个治疗手法当中的一个 步骤 也就是在做完了这个缺血性压迫 或者叫静态压缩之后 静态压迫之后 给它拉伸一下 做伸展 那么如果要是答案当中没有伸展 也不要慌 我们就选那个轻腹法 好 那么这个缺血性压迫 就等同于刚才我们学的那个叫什么呀 刚才学了一个词叫什么 皮肤变白 那皮肤变白叫什么呀 叫静态压缩 还记得吗 static 静态压缩 缺血性压缩 缺血性压迫 就是静态压缩 就是皮肤变白 这是一回事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chniques technics is used for releasing trigger point 对 是用于这个trigger point 这trigger point和哪种技术是 类似的 我们学过一个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刚才特意 对 神经肌肉疗法 以下哪项技术用于释放出发点 neuromuscular therapy 神经肌肉疗法 对 神经肌肉疗法的应用是用什么 我们刚才说神经肌肉疗法 就是等同于什么疗法 就等同于trigger point 那么等同于trigger point trigger point的治疗用的是什么 静态压缩 或者是缺血性压缩 都可以 神经肌肉治疗的常见方案是应用 static compression静态压缩 the pixotropy nature of connective tissue make it suitable for what type of massage 好 对 什么结体组织 然后后面是什么呀 对 对 结底组织是用在什么类型的按摩 大家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这句话有好几个词 我们没有把它念出来 但是并不影响这道题的理解 就是这么个事 结底组织的触变性使得适合什么类型的按摩 mefacial release reflexology 即筋膜释放反射疗法 基筋膜释放树 基筋膜释放树 主要一看到结底组织 我们就要想到基筋膜释放树 这是一个对应的知识点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longs to connective tissue massage 这个更直接了 这个更直接了 这问的是什么呀 对哪一个属于结底组织按摩 那应该是哪一个属于结底组织按摩 还是基筋膜释放树 一下哪一项属于结底组织按摩 mefacial release 即筋膜松解 他就是给你换了一种问法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ypically uses deep lighting and skin rolling 一下哪一项 怎么样 深层组织 合 对 我们说一看到skin rolling 会想到哪一个技术 一看到skin rolling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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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谁有关 大家注意这个顺序 一看到skin rolling 我们第一要想到的是基筋膜释放树 如果没有基筋膜释放树的选项 我们再考虑它是不是和deep tissue有关 大家一定要分清主次 skin rolling的出现 有90%的可能性是指指向这个基筋膜的 也就是结底组织的 也就是说skin rolling 主要就针对于基筋组织 connected tissue 而这个基筋组织 对应的就是基筋膜释放树 大家千万要注意 如果答案当中有深层组织按摩 有基筋膜释放树 而题目当中有skin rolling 我们首选的是这个基筋膜释放树 它是对应的支持点 一看到skin rolling 就对应的基体组织 基筋膜释放树 大家把这个注意一下 以下哪个通常使用深度滑动和皮肤滚动 me fashion relief基筋膜松弛 what is the purpose of skin rolling skin rolling的purpose purpose是什么 目的 这个皮肤滚法的目的是什么 它为了干嘛 减少占联 减少什么地方的占联 减少班韩组织占联 负什么 对有的说节地组织 这个节地组织还有一个名叫什么 基地组织还可以叫什么 基筋膜 所以大家学知识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串起来 不要把它单摆复合的放在那 什么skin rolling 是skin rolling 这个基筋膜是基筋膜 不要 一定要把它串成一个串 skin rolling 基筋膜组织 基地组织 粘联 全是在一起的 包括班韩组织 这些东西都是在一起的 滚皮的目的是什么 reduce adhesion between facial sheaths 减少心膜翘之间的粘连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ssage techniques helps to decrease scartation 以下哪一种按摩技术 是帮助什么呀 减少班韩组织 谁可以减少班韩组织 基筋膜释放数 还有吗 具体一点是这 skin rolling 如果没有skin rolling 也没有基筋膜释放数 大家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按摩手法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摩擦法 也是可以的 以下哪种按摩技术有助于减少巴痕组织 skin rolling 所以这道题就非常明显 答案是固定的吗 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都有可能是正确答案 所以呢 关于这一个 这就属于一个知识点 这知识点 要了解 它有几种可能性 是 What approach incorporates such techniques as transverse friction and skin rolling? 横向摩擦法和皮肤滚法 是这种技术的一个结合 哪一种技术结合了这两种 那放在一起算什么 什么方法结合了横向摩擦和蒙皮滚动等技术 Deep tissue深层组织 Deep tissue 里头有fraction 也有skin rolling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chniques is used to address edema? 这个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了 这是什么呀 对于水肿那是什么技术 琳巴引流 以下哪种技术用于解决水肿 Lymphatic drainage therapy 琳巴引流疗法 A client presents with mild swelling eight weeks after surger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would most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welling? 通过什么判断它是淋巴引流法? 看到肿胀 一位客户在手术后八周出现轻度肿胀 以下哪种方法可以最有效的减少肿胀?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手动淋巴引流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light rhythmic technique used to address edema? 也是淋巴引流 他说Which of the following 以下哪一项是一个轻的有节奏的一个手法 用于解决这个水肿 是淋巴引流 以下哪项是用于治疗水肿的轻节奏技术? Lymphatic drainage massage 淋巴引流按摩 好 咱们通过了三道题目 来确定淋巴引流都和水肿有关 但是题目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不要固定印象派 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淋巴引流 而要固定在它的关键重点的词汇 它的知识点是什么 提到水肿 我们才会去选这个淋巴引流 不要记这个题目长短 不要记这个题目七七八八的这些事情 重点 记住抓住这个重点就可以了 这出现两个大写的 一个是NUT 一个是MLD 大家知不知道这MLD是个什么东西 看到这MLD在考试的时候别慌 就是手动淋巴引流 如果要是缩写当中有L的 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和淋巴有关 MLD就是手动淋巴引流的缩写 他说以下哪一个不是一个淋巴引流的好处 对于这个淋巴系统 也就是这个淋巴引流 对什么东西不起作用 这个可就多了去了 大家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淋巴引流 对水肿起作用 那对什么不起作用 有半分组织不起作用 对吧 其实淋巴引流 除了水肿之外 其他的都不太起作用 这个答案有很多 所以要根据情况而定 以下哪一项不是MLD 对淋巴系统的好处 reduce 这个淋巴引流 这个淋巴引流 是减少不了 搬痕组织的 它手法很轻 它的目的 并不适合搬痕组织 集体组织的关系 也不适合肌肉的关系 而是和 什么样的关系 哪个系统 免疫系统 淋巴免疫系统 What is the main function of visceral manipulation therapy? 这道题是 就是考生字的 这个字要认识 你很好答 这个字你要是不认识了 你完全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对 什么是一个主要的功能 对于这个内脏手法 内脏手法主要功能是干嘛呀 不认识啊 就是修复内脏 把内脏搞好了 就是内脏手法主要功能 但是这道题是一个很有特点的题 有同学说这个背单词重要不重要 对于有的题 像词比较多的 应用题 哎 你只要抓住一个抓住一个重点 可以了 但是对于这种题 就一个字 你要是不认识 这彻底完蛋啊 这道题 要说送分题 他也是送分题 要说被送掉分的题 也是被送掉分的题 所以大家 专业的名词 一定要认 一定要记 一定要下功夫 这个是躲不开的 专业名词必须要记 内脏手法治疗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Restoration Internal Organ 修复内脏 What is a mechanical effect of visceral manipulation 好 又来了 这是什么呀 机械效应 什么东西的机械效应 内脏手法的机械效应 那内脏手法的机械效应 就可以说是什么了 哎 这个就要直接说了 这就不是说保护内脏的问题了 它的机械效应是什么 哎 对 就是粘连啊 打开粘连 减少粘连 就是它的机械作用 内脏手法的机械作用是什么 Reduce Abdominal Adhesions 减少腹部粘连 Massage Technique Targeting Reflex Points On The Hands Feed And Ears To Stimulate Organs And Tissue Throughout The Body 好 看上去挺长 其实非常简单 这道题 对 按摩技术 啊 按摩技术 它的目的的反射点是手脚和耳朵来刺激内脏器官 这种按摩手法叫什么呀 哎 反射调法 英文叫什么呀 哎 这个词要会念啊 Reflex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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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很多的同学就是啊 来做个麻下去吧 不是啊 就Massage 它中心在后面 哎 对 Massage 这个Reflexology Reflexology 啊 像这些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念熟 脱口而出啊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按摩 职业按摩师 职业按摩师 连自己这个按摩和这个足疗都不会念啊 这有点太过不去了啊 太丢脸了 啊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念准啊 念熟 好 对应的是反射疗法 针对手脚和耳朵上的反射点的按摩技术 以刺激全身器官和组织Reflexology 反射疗法 pressure applied the reflexology is usually done by 好 这又是什么 对pressure 啊 你说这Reflexology 它通常是 压迫什么地方 反射点 可以啊 那具体一点是哪 什么地方的反射点 需求不畏的 这个太文明了 说的啊 再具体一点 再具体一点 对啊 要记住三个地方啊 哎 对这个反射点在哪 在手上 脚上和耳朵上啊 这是有固定的地点的啊 不是任何需求点都可以啊 在肚子上不算啊 这个手脚和耳朵啊 公认的啊 这个地方才能叫反射点啊 施加压力的反射疗法通常是由什么完成的 Fit and hand 脚和手 Polarity therapy is a technique that primary balanc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哎 对 对 急性疗法 它要平衡什么东西 啊 有同学说的 正负能量 急性疗法 是一种主要平衡以下哪一项的技术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ergies 正能量和负能量 正能量和负能量啊 正能量和负能量啊 这个词 英文差一点 同学要好好把它记一记啊 别回头提示认识了 答案找不出来了啊 正能量和负能量 这两个字大家看后面都有个TIVE TIVE 所以这个后面都不用看了 就看前面就行 一个是POSI 一个是NAGA 啊 NEGA 一个是正能量 一个是负能量啊 啊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odalities helps to balance the functions of the body based on the work of osteopathic physician John Appletor and William Sutherland 大家看平衡身体功能的啊 你看到平衡身体功能的基本是主体疗法 另外呢 有两个人名 一个是John 一个是William 啊 这两个人发明了这个陆地疗法 啊 关于人名 还有这个年代的题目 啊 在这个17年的时候呢 联邦安防委员会呢 就下达通知了 把这一类的历史类的啊 这样的人文历史类的题目 就是规划到其他的一些这个 评估啊 或者是手法当中了 没有单独作为一个考试重点来考了 所以呢 最近这几年出现的这个人文历史类的 包括什么年代啊 出现了什么这个技术啊 呃 谁发明了什么什么 啊 基本上 没再出现 啊 基本上没有听过任何这个同学反馈 说考试就考这种这个 题目 但是呢 大家了解一下 关于我们手法牵扯到的人 或者是手法牵扯到的这个 对应的知识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根据整股医生 John Appletcher 和William Sutherland 的工作 以下哪种方式有助于平衡身体的功能 Cranio Saccharine Therapy 颅底疗法 Swedish Massage is based on the Western principles of 好 对啊 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按摩呀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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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dish Massage Swedish Massage 瑞典按摩基于西方的什么原则呢 解剖和生理学 解剖生理学 瑞典是按摩基于西方的原则 Anatomy and Physiology解剖学和生理学 A feathery stroke is typically used for Transition 马上就说出来 那这个叫什么手法呀 叫轻语法 轻语法 轻语法用于过渡 过渡 过渡了 好 今天的例题呢就介绍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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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